看对于每局势的预判准不准确 告诉你第一回合拉人的时候开始进攻 进攻然后怎么进攻 包括虚弥的速度呢 其实也是一种硬件 虚弥的速度越慢 硬件就越强 硬件一万一 两千二平均两千二 好像应该差不多吧 老鹰逼老王 晚上你也在啊 老逼开号生死难料 伤害挺高的 但是应该是爬不住了 黄哥谁给我红马扒了 你就不应该是红马 你那个什么贵毒什么彩虹往那一挂 对不对 你黄马都暴力 你就别别被那些俗事 影响你的事业不听指挥还瞎提意见啊指挥操作完了我会让他再说一遍你说啥 没听清 我操这个这个一致啊 这个一致出的有点有点花拳袖嘴了 兄弟们 有点花枝找展了 有点搬门弄斧了 在有地厅的时候再换一只地厅换上来的地厅有一致啊 这个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 平时不敢这么浪啊 但是有了地厅有地厅有了一致呢 又不好意思啊 又不能不放啊 老板下次不更新了 有硬件就都还是要用嘛 对吧 卧槽 但是被吓滑到了 行吧 大家起码知道了 原来地厅 开心不过一回合啊 疯狂针对话生 卧槽 还是想抓紧把比赛打完 老王上桌是怎么说的 好好学习还不让人说了 看这位鹅 怎么说 对面的大唐 千万别砍对地厅 砍对地厅可以 千万别出发漫天 卧槽 五战敌 还是四战敌啊 多轮车 四战敌也得给他冲下来 只要有一下不吸 你就会飞 不能用弓的 我觉得不可能用弓的 没道理 又不是切不动人 用弓地厅干嘛 弓地厅点化生啊 不可能用弓地厅 我说的 把四战敌一下就飞 只要你不吸 你就是没 化生四法王 也得打五仙 还是下任何地震 大唐直接一半 下回合地府起 鬼眼大唐横扫 应该没有什么 丧的机会了 开无间了 草呆瓜加这个魔